因為像以前是寫在白板上 如果寫在白板上的話 可能連打字都會打錯 以前可能光一個小地方 大家就弄半天 為什麼 因為以前寫出來的東西 第一個我寫要寫很久 第二個的話 寫完之後 你們自己打也是會出錯 那這種方式 另外呢我貼上去的 而且我都幫你們把顏色都變更了 其實還蠻清楚的吧 其實要變這個顏色還蠻辛苦的 要一個一個慢慢填顏色 這開玩笑啦 裡面有外掛可以填 前提是先把詞子寫出來貼上去 這個方便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需要參考 其實以後可以拿版本來做修改 有時候你要從頭到尾打正確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你可能至少要知道說 這個邏輯到底是怎麼好的 那未來你可以參考這些 多做一些練習 其實做久了之後 你會越來越純熟 而且這個部分就變成 你一向的VBA 就是你一向的技能 真的可以派得上用場的 那剛剛那個輸出公式 我把它寫在這裡 我沒有把它改 所以如果你剛剛這個地方沒有讓出來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去 把這行複製貼到這個地方 大概是這樣 我就沒有把它 另外再產生另外一個 那再來就是改良版 改良版的話就避免相關的錯誤 大概就是一 未輸入資料 OK 二的話呢 就是 輸入非數字 所以第二個 第三個是 是不是在0到100之間 所以 至少我想到的會有三個錯誤 當然可能還有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如果你想得越周到 那你這個系統會穩固 自然而然呢 就不會被輸入一些不應該輸入的資料 所以前面的設定 那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剛剛講的這一段在這裡 輸入沒有輸入資料 不過 剛剛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地方 輸入這些感覺有點太多了 那我有沒有可能 把它做一些 就是 再把它注解一下 如果說你現在 你希望怎麼樣 只判斷一次的話 那你可以 這樣做 把這邊一個 這個把它取消注解好了 我剛這邊嘛 如果 因為有時候你這些 把它刪掉就沒有了 所以我的習慣會在這邊 按右鍵 編輯 然後這邊有一個工序列 它就是可以把 我需要的部分先留下來 當參考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 我不要判斷 此次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後面加個偶爾 如果第一個是空的 或者是第二個是空的 這個面打改2 或者是什麼 第三個是空的 反正呢 這邊的話 就是其中一個是空的話 那我就不讓它過就對了 是空的 然後這邊也是這樣 這個 這邊空白一下 這邊改成4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一次 判斷4個的話 可以一樣這樣 破的話就是說 反正其中一個是空的 也不行 那當然你這邊 MateBus 請輸入資料了 可是這個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哪一個是空的 那油白也只能是放在第一個 這個感覺就沒有像剛剛那麼精確 可是它的好處是 至少有這個防災 OK 所以你可以比較一下 哪一個你可能比較需要 反正就用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我們 第二個 判斷什麼 如果它輸入的是非數字 那非數字的話呢 當然只有在哪些欄位呢 可能是在那個 這三個 2、3、4 第一個就不用判斷 那我們怎麼判斷呢 基本上呢 我直接拿雲端的來改好了 因為這個寫法都差不多 我就直接從這邊 1、2、3、4 到這裡 Ctrl、C 那因為我把重點給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有蠻多其實跟前面一樣的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要判斷是否是 一個那個什麼呢 數字的話 你可以用VBA裡面有一個 有個函數 那個函數假如背不起來沒關係 要記得VBA 這個大物件 它是一個函式庫 點 點下去啊 它會把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都幫你列出來 裡面有一個函數叫 is is開頭的 都是判斷是不是 那是不是數字的話呢 就是isNumeric這個 就這樣有沒有 是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用它 然後把Test Box放在後面 然後呢 如果說呢 這個假設是 是一個數字 它反環就是True 那如果不是 它反環False 所以是True跟False而已 那我們 會當什麼情況下 會防止它 就是當它不是數字哦 不是數字的話 你可以什麼 不等於True 另外一個敘述 等於False 其實不等於True跟False 一不一樣 就一樣哦 因為很多朋友說 老師為什麼這麼多種寫法 沒辦法 兩種寫法都可以 只是說呢 我的習慣是寫不等於True 因為 這種會比較直覺 如果它不等於 不是數字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那等於False的話就是 它 不是數字 也都可以啦 邏輯上的問題而已 那這樣 緊輸入數字 當然你可以把它 游標再放在第二格 把它清空 然後set focus 離開 那當然 這個地方可以多做一個 就是 請輸入什麼 這個地方可以 不是請輸入 這個數字 你可以 請輸入什麼 答案 考核 然後可以再多增加一些 比較明確的 Test Part 3 這個是 一樣複製 再一樣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分別 就改一下 所以 234 其實關鍵地方是 VBA.xNumeric OK xNumeric就是 判斷是不是一個數字 剛剛各位有看到 x x day 如果裡面是不是有日期 比如說你要讓人家填日期 它一進來 如果填一個非日期的資料 那你就是x day判斷一下 是不是不是的話就跳出說 請輸入一個標準的日期 格式資料 這樣它就知道 不然它亂輸入 你就頭痛了 有些看起來很像的資料 但是呢 都會造成你之後統計的麻煩 OK 那最後的話 第三個 如果呢 它輸入的都也是數字 可是它輸入一個什麼呢 輸入一個-20 或者是什麼呢 130 那就不是在0到100之間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三個 防呆 防止什麼呢 防止它輸入一些 不是0到100之間的資料 那0到100之間怎麼判斷 因為 我想這個邏輯差不多 所以我偷來一下 把它在下面這一段 判斷0到100之間 其實只有 第二個到第四個要判斷 第一個不用啦 因為第一個不是成績 所以我們裡面比較重要的是 呃 判斷在這裡 如果Testbox 它的那個裡面的詞 大於什麼呢 100 或者是裡面的詞小於0 有沒有 那這個就不對了 我們先把不對的抓出來 可是這種寫法 其實你也可以 可以這樣子 它是不是大於 是小於 小於 小於多少 小於0 and 可不可以 and 大於 100 不對喔 大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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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小於100 那這些都是正確的啊 變成麻煩了 乾脆算了 用偶爾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用and的話 你變成說 你要一個x 因為我們判斷出來的 我們是要判斷不正確的 而不是要判斷正確的 所以用and的話 反而是判斷正確比較容易 判斷不正確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地方 我用偶爾 那就是把 它是大於100 情況 或者是小於0 情況判斷出來 然後就跳出去 請說 請輸入0到100之間的資料 然後這個 一個 二做完之後的話 那就三再次 那這樣的話 大概就可以把 大概的那個 防待機制都做了 好 還有其他 你可以想想看 它們什麼可能性 小數點 小數點 50.5可以嗎 50 你說成績嗎 50.5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這個 因為成績本來就是可能有小數點 那沒關係 所以這種 小錯誤 它規則是一定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 不能有小數點 那沒關係 你就在第四 那你可以判斷什麼 它是不是一個有小數點 那怎麼判斷呢 你想想看 OK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一下 總共會有三種的防待機制 那至於說 有沒有第十種 第五種 那你可以根據 你的工作實際上 要遇到的那種情況 反正你只要想 越周詳的話 那未來呢 你要 必須要去做檢查的 那個機會 就會越小 相對你會省掉很多麻煩 因為這實際上 在工作上面 經常遇到 常常有同學就是為什麼 每天就是要檢查錯誤 而且就來自於客戶端的錯誤 而 花更多的時間 有時候你反而想說 我乾脆從打算 我問你給我的資料 我要重新檢查 那真的是麻煩的要命 所以這些方式 都是解決 輸入端的那些種種問題 OK 再來就是說 我們把資料輸入到Excel之後 其實Excel就是拿來當資料庫來用 那Excel能不能當資料庫 其實當然可以 可是呢 它有一些限制 就是它最多的比數 只有1048576 因為最多的列 也就是說 你一個 資料比數 最多是1048 超過的話 抱歉 你可能就要 沒辦法放那麼多 不過 100多萬筆放 我想應該夠 一個 一般性的應用 100多萬筆 應該足夠 如果你資料量 超過 100萬筆以上 當然還是建議用 照片 已經看到不然 最少用駕車 還是 那邊 是 不可能 還是 遮住 那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